台东热门的养生作物红梨在南回地区很多民众争相种植 却造成市场供需失衡,价格一路下滑 加上农民欠缺储存设备导致红梨发霉,心血付诸流水 为了解决农民困境,县府在北南乡设立了前线第一座杂粮区域加工中心 解决因为盛产造成的滞销问题 由古物界红宝石支撑的红梨是台东热门的养生作物 尤其在南回地区,许多农民正向种植 2016年以来,台东红梨种植面积从60公顷暴增到200公顷以上 也造成市场供需失衡,让价格一路下滑,甚至出现滞销 而农民也因为没有专业的储藏设备 只能看着好几个月的心血付诸流水 没有地方可以储存,常常都是摆在自己家的屋檐下 天气不好,一下雨的时候呢,我们的红梨就返潮了 一返潮,它就可能就会发霉 一发霉呢,它可能一些环渠毒素啦 或是什么比较不好的东西就会产生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吃 所以常常呢,就很可惜,就只能舍弃掉 然后把它丢掉这样子 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困境 台东县政府在北南乡设立全县第一座杂粮区域加工中心 不仅提供农民进行脱力、烘干 以及包装等专业设备 还能在地加工,解决因盛产造成的滞销问题 我们是新鲜的红梨进来之后,我们就把它脱力 那脱力的话,一小时它的产能可以达到300公斤 所以你新鲜的红梨进来,可能最少最少要200公斤以上 那个机器才能够操作 台东县农会表示,不只是红梨 另外树豆小米、生姜跟洛神花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加工及干燥储存 但前提是要达到一定的产量 强调透过统一化处理 不仅能确保农作物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安心选购 增加产品销售机会 记者长文杰、贝南乡达人乡、宋和报道